有的选择的第一集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中莫非定义 你越害怕的事情 越容易发生观众冷言压力 不再害怕 比特币和以太坊再次出现暴涨 又回到了上次下跌之前的位置 这一波的话直接杀了一波多头之后 又杀了一波空头 就典型的吸盘动作 那之前也有多次去强调了 那可能最后一跌之后又出现发弹 那这上个视频也是说到了 如果跌到下方这片区间的话 是可以去买进 那果然是继续去往下跌到一个 三千零几十美金的位置又出现发弹了 所以不管别人说的 说你说的不对 对也好 也不对也好 反正你又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 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 是吧 因为你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 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了 七八年了 甚至十年的时间了 比别人刚刚进来 已经超越了不到多少倍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意志 是吧 一个人的想法 不要去受别人的影响 不管别人告诉你 是吧 这样或者那样 不要受他的影响 是吧 你要在币圈成功的话 必须要去远离别人的想法 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才会成功 同时 你不管别人怎么说 是吧 你要全力以赴 去操作 去每次把自己的单子弄清楚 怎么去操作 要克服万难 不要逃避 在币圈当中 每一个能够成为一万富翁的人 一定是备受出责 备受考验的人 所以在币圈里面 只有1% 2%的人会成功 大部分人都是炮灰 就是这种结果 回归我们旁边 比特币的话 再次去上行到一个上涨通道 一个上延的位置 再去击穿66,000的水平 而且的话价格还在不断去向上测试 那现在这个一小级别的话 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破了一波 它的一个下降通道的话是被打破了 这个位置 说明它的一个价格可能要去往 6万8到7万美金的位置去向上去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表面向后ETF出现流出状态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清算地图 目前的话这边已经比这边高 说明的话又看涨了这一波行情 变化的非常快 你看7天之内的话 虽然是平衡的 但30天之内的话还是这边高 说明的话 下个月大概率还是要去偏上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继续去看多 去看到7万美金以上的水平 上方这个主力点 这个位置7万美金 那以太坊的话 这一波的话 它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昨天的话 我们说来到下方的位置 可以大胆去做多 那确实是来到这种非常关键的点 那确实是它去第一波的下方 像这个3100的水平往3000几十美金去跌 刚好是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画出来的线这里 目前的话价格再继续上涨 可以考虑去做一笔以太坊那个多单 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那接下来可能会上行到上方 再继续上行到3400到3500这个水平 这一波的话 就典型一个洗盘的动作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行情 它已经结束了要去进行回调 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洗盘 去来很惊喜 说说很多人受到这种行情的一个折磨 很多人都爆仓了 那确实是 做合育的还是有一定风险 大家看一下这个莱特币的话 目前又出现反弹了 一看经典也是出现反弹 OK币的话也是出现一个反弹 沿着我们画的这个线反弹了 是吧 BGB的话昨天是一度去跌破这个1.1附近啊 但是然后快速进行反弹一波 目前价格已经降息起稳了 它价格应该要继续向上涨了 所以现在的行情无论怎么看了 它都是要去 8月份都是偏向于上涨的一个行情啊 而且8月份还有几天的时间都要到8月份了 9月份正式降息 那没有多少时间呢给到大家抄底的机会 其实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最佳的机会了 但是你现在已经好像已经错过了这一波抄底机会 因为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反弹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过去一天时间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反弹了 过去一天时间里面啊 大部分的币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这波行情的话还在持续啊 看大家能不能去抓住了 反正现在的话我已经说到这里了 废话都不多说了 今天喉咙有点沙哑 我们明天再说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